韩国,在地图上看,它的国土真的不大,但是,在许多韩国人的心里,他们都认为韩国是很大的,这里的大,指的是他们认为的韩国是东亚强国的大国心态,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的自信从何而来? 在韩国,许多的韩国人都认为韩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在他们的歌中就唱到自己国家是有三千多个江山美景,和一些很小的国家比,韩国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但是放眼全球比,韩国真的不是一个大国,是处于世界的后半段的国土面积国家,而国人都有普遍的大国心态,那么这么强调自己国家大是为什么呢? 其实也不难理解,韩国就是要宣传自己的大国心态,让韩国人自己认为韩国是一个大国,自己应该感到骄傲,这种韩国的大国心态,不仅是国土之大,而且在许多领域都让国人感觉韩国是处在领先地位的,韩国是东亚之光。 于是,在历史和文化上,韩国就经常和我们中国和日本抢东西,说徐元是他们的,说端午节、清明节也是他们的。 在历史的国家变迁上,其实韩国是绕不开,我们中国还有邻国日本的,但是韩国还是尽量的把韩国作为一个从古到今就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去看。 尽管这种史冠是错误的,是割裂的,是偏颇的,他们还是这么做了,为了强调韩国的独立性,我们冷静来看,韩国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国家。 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的崛起,发展到今天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在一些方面,韩国还是不应该自信过头,要有全球的眼光和正确的心态看待历史。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